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这个行业的人 朋友给我提出了一些说法 我个人觉得蛮认可的 他讲说在美国 在欧洲 在西方的国家里面 很多研究室都做着正常的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在西方的社会当中也在做 应该不是你说的石涛说的那样 而且西方的媒体专家这么去说 中国的专家这么做是不公平的 那我个人为什么说又认同 但是从另外一点又坚持我的观点 我们举个例子 枪 你说是杀人的还是防身的 这个道理很清楚 在美国进枪 在美国发生了这样的惨案 作为美国社会来讲 作为奥巴马来讲 是非常愤怒 包括CNN的皮尔斯 我们也看到非常愤怒 就说必须进枪 这是他一种说法 但是反对禁止枪支的人 力量非常强悍 这是看到了 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 否定了美国政府要进枪的那样的提案 在参议院还是众议院 那奥巴马非常不能接受 那围绕着枪这些凶手杀人 在这个电视上 我们也看到非常的 完全不能接受 就是这么个概念 是不能接受的概念 特别是波士顿这件事情发生 是更显得突出 而有些人去学校杀孩子 封 全是封了 但是为什么 美国人又不接受 大多数 相当一部分 其实截止到现在 他这条禁枪的法案通过不了 其实我自己原来也没太在意 真的 我没太在意 那后来稍微注意了一下 其实意识到一个问题 作为疯的哪都有 作为恶人哪都有 但是枪本身你是用于防范 还是杀人 就像王家卫里面拍的一代宗师的概念是一样 武术搏击 你说是杀人的还是防范 所以稍微懂得武术 真的在武术当中想伸进去 有所发展 自己有所成绩的话 他就提到一个武德 对吧 这个德子 这个德的精神对人性的约束 在真正的武术大家 武术各门各派当中都是认可的 武德在先 那防身在后 然后由武德所修所练出来的功夫 才能保证他不去伤及别人 这个概念是在前提的 也就是说人在先 人性在先 我相信在美国社会当中 很多人反对禁枪的这些声音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就跟我们国内所谓练武术的人 练搏击的人要拥有武德的概念是一样 那在这种自由的社会当中 我相信我就已经回答了那些朋友说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他为什么在研究实力也研究病毒呢 就像原子弹的概念一样 对吧 那美国有中国有 你为什么不让人朝鲜有 为什么呢 防止核扩散 为什么要防止核扩散呢 怕有些人拿起来就扔 那为什么我就能相信 你美国人不拿起来就扔的 而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是你美国人扔的呢 但为什么人又接受这个概念 对吧 这都是非常直接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在今天在社会当中 在人类的地球上来讲 大家能够接受一个概念 就是美国政府 从某种程度上 它是值得信赖 它可以有这样的掌控力 不会乱来的 应该这么去理解 也同理而推 在今天的中共 中共本身独裁的体制当中 它失去的是什么呢 信任 信誉 中国人之间 彼此之间都不相信 对吧 朱令这个案子 结果弄到美国白宫网站上去 大家忽悠 大家说 必须得怎么样 你还不就是对中共 共产党本身的嘲讽吗 对你这个体制的不信任吗 而这样的研究所是这个体制之下的产物 而你从上之下都是黑箱作业 在这个体制本身是个龌龊和扼杀人性的体制之下 出现了同样的客观的事情的时候 人们就感到担忧了 我相信我解答了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这么样 枪是个工具 他落在好人手里面 他可以用枪去保护别人 牺牲自己 他落在坏人手里面 他可以用枪去获取自己的利益 而杀害别人 这就是取决于人性与社会的道德价值观 你中共当官的 连自己家里有多少钱 你都不跟老百姓交代 然后你说你是最伟大的 然后你说你是如何如何的 我凭什么能够相信 又怎么让别人相信 正像我上期节目的说的 中国梦是建立在 人们中国人吃着有毒食品 完全麻木和享受的基础上 做出来的中国梦 我觉得就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我希望能解答了那几个朋友的问题 那到底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人 网上有个朋友在我Facebook上贴了个贴子 很长 是美国智库对中国人的评价 对大陆人的评价 很多朋友 你可以接受 你可以不接受 这个我们大家说清楚 可以接受 可以不接受 有些网友也认为这篇文章是真的是假的 那有些网友也提到说 无所谓它真的是假的 真的也无所谓假 就是是不是美国智库写的 无所谓 如果他点出了今天在大陆生活的普通的中国人 我们背负着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他就值得思考 文章题目这么讲 中国人看言 美国首席智库令人震惊的对中国人的评价 这是美国兰德公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 闻所未闻的一番评价 他说正是这个公司在60年前 由于准备预测 一旦美国参与朝鲜战争 中国必将出兵朝鲜这一事件 让美国的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刮目相看 而一炮走红 从此确立了兰德公司的智库本身显赫的地位 那在今天兰德公司依然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富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然后他声明 这份报告本身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仅有参考价值 让人们去思考 所以他就先声明了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 真的假的 但是有这么一篇文字的东西拿出来 直接谈到外国人眼睛当中的中国人 你可以认可 你可以不认可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可以认可 我也可以不认可 他说第一条 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 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 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的血脉 血缘关系上 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上 他紧接着是这么说的 他说作为中国人只在乎他们自身的直系亲属的福祉 对于自己毫无相关的人所遭受的痛苦 视而不见 他说毫无疑问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 势必导致自私冷酷 而这种自私和冷酷 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了 我自己不太认同 我自己觉得呢 他指出的问题确实这么回事 但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这种家族血缘关系 而造成了这个直接的原因 是这个社会丧失信 这个社会本身出现的问题 对吧 你说血缘关系就成为了这么一个 只在乎他们自己自个的事 多少媳妇出卖老公 多少老公出卖媳妇 这血缘关系已经被打破了 这种家庭关系已经被打破了 才会出现像郭美美说的话 谁敢动我一根寒毛 我就要你好瞧了 姑奶奶你惹不起我 也出现了在中共体制之下 雷真富没事 却把赵洪霞抓了 要判刑 这种令人称呼结舌 令稍微有人性 有人的概念 人都意识到这简直是非人类社会才能够出现的令人无法接受的状况 但他冠冕弹簧就有了 所以这就是我说这是社会造成 可不是家族 家庭造成 但是中国人的这个现象是真实的 他提出的第二条 实际是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少数的或者说少有的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所以大家对人们对信仰的概念是非常看重 你看起来平常好像没什么事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概念 我说无神论是非常可恶的 很多朋友还不太接受 说他人家也是一种学说 你有什么给人家说成那样的 大家想一个概念 如果人真的是神佛所在 而人们的信仰本身不分地域 不分种族 不分肤色 不分语言 在两三千年前 五六千年前 在世界各地 任何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共存着 都有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今天 人们都存在了 就是进化论出现之后 共产党产生之后 这对头才一百来年 他就会咔嚓了 所以我就说他是魔鬼 无神论是真正相信魔 我说共产党是魔鬼 很多朋友认可 那共产党是魔鬼 他把一切有神 正常人们信仰神佛的概念 都置为封建迷信 什么东西才反对神佛呀 魔鬼吗 所以无神论不是无神论 无神论是魔鬼论 让你相信魔 让你相信鬼 让你相信你欲望的放纵的快乐 让你相信战友的欲望的一种追求 然后就完蛋 如果人是神佛所造 你说我是无神论 那你就相当于你在骂爹娘 给你了身体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 你说我没爹没娘 我是十字里碰出来 进化 土鳖进化出来 你别骂我 陶哥你骂我是土鳖 你说那意思 所以在他的在美国人的眼睛里 这就放成了第二位 他讲说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度 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 蔑视宗教信仰 把宗教信仰当作迷信 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 大部分人他们坚持的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 其实实际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 在中国败鬼现象非常普遍 人家比我都明镜 说多清楚 败鬼现象 你不败神你败鬼 所以就像说我是无神论 你干嘛算命 我是无神论 你干嘛看风水 我是无神论 你买房子 你跟没什么这么买 我是无神论 跟你说北京的胡同里 很多私货院门口里面挂着照妖镜 我小时候家里就有 为什么 那这房子不好 房子门对着院门 房子不好 弄个太极图的招妖镜 你不无神论吗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人可怜 真的 真的是可怜 他接着讲说 由于缺乏信仰 所以中国人没有罪恶感 没有愧疚 没有内疚感 只要犯罪不被知道 就是无罪 这话人家说的多准 这导致了中国人在内部矛盾的分歧 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 纵观中国这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 都来自于他们内部自己 我觉得作为同位中国人看的非常汗眼 我自己跟大家说 镰刀斧头是共产党人 我有权力的人 拿来杀没他权力的 比他权力小的人 这就是中国人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在第三条 他这么讲的 中国人所说的政治 除了欺骗与背叛 就没有任何其他 我觉得这三条如果说到这 无所谓 是不是美国知乎说的 我觉得让人看得起 自己要明白自己在干嘛 掩盖是没用的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 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 中国人老想走捷径 他们不明白这一个事实 即成就来自于努力与工作和牺牲 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 导致一代又一代在寻思忘法的社会不公 与法律不公中相互冒仿模仿 那寻思忘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 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 政治斗争让一代一代人失去了人性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这必须咱说清楚 跟这传统的中华民族打完全是两反的 传统的中华民族被中国共产党反封建 迷信给干掉了 现在的很多人的观念就是这样被干掉 所以就让人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非常直接的话 对吧 所以这里我想说他提到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手法格格不入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教育人进行洗脑之后的直接结果 这是无神论导致的 没有人对社会负责 只是对自己负责 而共产党的官员们说对社会负责是因为让老百姓替他打工 他要挣钱 所以你们老百姓要对社会负责 你们对社会负责就等于对我负责 我就能榨取你的血汗钱 否则的话上哪赚钱 对吧 我就不知道习近平的梦 在人家老外眼睛里看出了你 共产党体制之下的人是什么人 你这梦怎么做 第四条是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 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 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 而在于你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中国人懂得在四川地震受灾时 中国人懂得怎么去关怀别人 在朱令这件事情 中国人懂得怎么去关怀社会的公寓 但是这个体制扼杀了中国人 给干成了这样 所以在朱令这件事情跑到白宫网站上 去维护自己人性与尊严的一面 他既是维护尊严的 透过白宫的网站 美国政府的网站去恶心 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站 去向习近平的中国梦去侮辱 寻求中国人的尊严 所以这就是我一再说的 不是不懂得什么叫体面 不是不懂得什么叫尊敬的这种生活的意义 但是现实的环境把他们摧毁了 把他们摧毁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 而这其中独裁的体制造成了 人人都想出头握有权力 人人出头与握有权力 是把别人的东西抢到自己手里来 所以你看当官的搞女人搞几十个上百个 对吧 你看那女人买LV包买上千个 能买多少买多少 装我们家再说 你看说商场发的免费的东西 什么东西我都先抢一套 什么东西都往家抢 抢完再说 我先拿回来再说 不要钱 对不 这是一个侵诈的社会 这是一个权力的社会 这种社会把人性摧毁了 这就是我说把人性摧毁了 他不懂得约束 他里头接着讲说潜意识里面 中国人视察的生活的目的就是抬高自己 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 没错 这是自卑压制着社会 每一个人内心中有着自卑的心理 当一旦出头的时候变成自负 他没有做人的自尊的概念 社会把人性扼杀 就像狼孩的概念一样 到这样一来 这个社会就会保住面子这种微不足道的欲望感而感到满足 面子是中国人心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他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 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 并且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我觉得现在再走出来 就是诸令这件事情 十几万人中国人到美国网站 政府网站去登出这样的申诉 那你说是不是失面子的事 绝对是 这就是全民反迫害 这种迫害是对人性的迫害 包括你习近平 李克强 包括你今天在上上下下所有的人 对吧 我说的很简单 习近平也好 李克强也好 红二代也好 在过去的时间里 你们的家族 你的父辈 你的母亲 甚至被这个社会给扼杀了 你的母亲可能就自杀了 薄熙来他妈就自杀了 在文革的时候 扭过脸来 他却用这样的手法去欺骗别人获取自己的利益 你说那是牲口吗 不是 他比牲口还牲口 这就是我唾弃的这个社会 其实人老外也看得明白 谁看不明白呢 就是扼杀人性 自己的人性 甘当被扼杀 怕被自己被伤害的时候 只是苟且偷生的人 那些人不明白 那所以在这里人家说的也很清楚 说这么一段 这个应该受谴责的习性 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与自私的特点 我说这是胡说八道 中国人生来就有非常怜悯之心 有非常善良的一面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中被这个社会摧毁了 他指出的自私与无情 这一点上就像一个老太太摔倒的事 你敢扶吗 你不敢 对吧 但是亚安大地震 你为什么发出呼吁呢 因为你人性的一面被触动 对吧 你可以做 但是让你赚钱的时候 你又不敢捐了 因为被人家给骗了 所以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要抛弃中共 出来说让人看得起 你怎么让人看得起呢 家丑不可外扬 什么叫家丑 一个狭隘的人 一个自私的人 一个郁闷的人 一个封锁的人 才叫家丑不可外扬 因为你没能力去面对任何自己不适的一面 但是你有脸你就有后脑勺 有你好的一面就有你不好的一面 一个包容的社会 一个包容的人 一个宽薄的人 他能够容纳一切不同的声音 他紧接着说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怕杀 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 因为那恐惧 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 这一份贪婪的思想来自于无神论和共产党的压制 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 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因为鸡蛋不能碰石头 因为鸽背扭不过大腿 所以就把他们人的一面给扼杀了 第五条是这样 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乏应有的教育 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于笨拙粗俗 而且不感到羞耻 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 并且从别人那里索取 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这是共产党造成的 对吧 出卖的文化 在一个班里面说弄俩小特务 说您得看着班里向老师打小回报 不是吗 然后老师里头弄俩小特务向领导打小回报 不是吗 在公司里头弄俩小特务向领导打回报 不是吗 出卖别人 出卖的文化 是这个体制的文化 是丧失人尊严最卑劣的一点 掺杀子 这就是共产党的做法 栽赃是共产党的做法 而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在权力的驱使 绝对权力的驱使下造成 所以其实他这里说了半天都是人性被扼杀后的表现 满足自己的私欲 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体制之下 这三十年来是什么 发展就是硬道理 什么叫发展 什么就不是归你们家 就是硬道理 所以邓小平他孙子做副县长 你有什么眼热的 我就说那句话 搁你孙子比他还牛呢 没准 人家还懂得 人家他挺低调的 是美国人 你管他什么人 他月亮上的人 是他孙子 他就管你家 因为你这个体制造成了是他的孙子 他自然就这样 有什么不该反这体制的 弄不清楚 所以我就说 弄不明白是什么造成的 然后反贪污 反腐败 是因为我没贪污着 我没腐败着 等我上去的时候 我比你还狠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笑话 那时候在北京打低的时候 陈希同下来的时候 北京迪哥 我们去北京饭店的时候 迪哥就说了 你说没事把陈希同弄下来 本来陈希同挣了点钱了 对吧 他已经脱贫致富了 他顶多就更上一层楼了 无所谓 他已经脱贫致富了 换以贾庆林 土豹子开花一开 开脸了 他不得挣得比陈希同挣得很 你让人说着了吗 这是98年 98年 98年 99年 当然说着了吗 贾庆林医属的整个江家帮不比陈希同很多了 还大火崛起 你有病 第六条 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的可怜的欲望上 这话说的够狠了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 相反他们更殖民于对物质的索取 那这一点上远远胜过西方人 大多数中国人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 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等这些概念 因为他们的思想并不能达到一个生命 他这里说的生命是指一个肉体和一个灵性的并存 那存在于更高的层次当中 中国人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满足于自我生理器官的需要 他们的文化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 马匠 赌博 色情 痴欲 贪欲 性欲 无不渗透在他们的文化与生活中 这是共产党的文化与生活中 中国人的中国大名山里面除了庙宇就是道观 中国的名著今天留下来的名著都是讲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人与鬼之间的关系 人怎么会成为了鬼 封神演义讲的人与道之间的关系 讲的是咒亡贪婪欲望 就是这里讲的色情 持有性欲的无度放纵权力之后 那触弄了神明 使得伤咒完蛋 对吧 封神演义 聊斋讲的是人做了恶事 转身为鬼 然后如何遭到报应 一课拍案惊奇 二课拍案惊奇 也就是我们说的三言两拍 是指具体的人做任何事情而遭到的报应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共产党的文化今天讲的是什么文化呢 对吧 我说了 党被女人毁了 今天就是这个 第七条 失败的中国式教育成为了世界的校柄 在中国人的眼睛当中 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 或者改善生活品质 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与标志 两个星期前 在英国 那个那哥们对不对 拿着5000英镑 这边拿着个枪去了 钱给你 你让我通过 论文通过 然后不小心枪掉在这个地上 所谓不小心啊 然后在他庭审的时候 他爹 他妈 他的老丈人 老丈娘 他媳妇都可以到厅去 我今天在中国大陆 有谁有条件 爹 两方的爹妈 家老婆 能够到英国的法庭 去旁听 你被审呢 得多少钱呢 什么人呢 是不是 所以这种教育的方式 这样的学生 这样的处理的概念 说我大国崛起 哇塞 我就听了就是满脑子出汗 晕呢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 真的 我觉得难就 为什么我曾经说 对我们朋友 对普通的我们大陆人在讲 有关神佛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基点太低了 真难啊 但是自己 就在我的眼睛里 就觉得自己在糟蹋自己是个人 自己在糟蹋自己生活的真实的一面 真的很难啊 这种占有欲在西方的环境当中 很多普通中国人来到西方的环境当中也有 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买房子 中国人买房子 凭七拼八凑想尽办法出任何证明买房子 然后一个househouse里面给它达成隔断 一个basement的租三家 然后在这个主层再住两家 然后顶层再租住一家 是为了买这房子 所以我个人看 我觉得真难 出门说我们家房子是什么 今天在海外 很多朋友大家讨论 都是你家的房子是什么 我家的房子是什么 你家的车是什么 我家的车是什么 为什么呢 这里人家在非常的直接点出 你生活的品质 不是对房子的占有本身的 生活的品质是你在生活各种中 每一分每一秒 你对人的自己 作为一个人的本身的体验 对吧 这是关键的 一个房子租出八家去 比那个周星驰眼内朱龙寨还残酷 但你说我有房子 为什么虐待自己 在我的眼睛 好歹你是个人 虐待自己 有的那家能一大房子一推门里头 什么都没有 孩子住的地方就住睡地板的 我有房子 扭曲的观念 对生活完全丧失了真实的生活 应该是什么标准 我说的那都是很挺普遍的现象 然后他紧接着讲说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 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身所应该服务的物质 社会 那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体制 它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 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 而毫不关心回报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当中会说 我是博士 他是博士 一群博士 但他的人性的一面 无法战胜党性的一面 对不 受教育 不是你能够培养出人性的一面 这直接咱就说着狠话 这就是我说的 薄熙来受很好的教育 很有才干 但他变成恶魔的一面的时候更恐怖 王立军到处留字 写他的字 但他可以在锦州公安局可以杀几千个人 写成论文 把人肉卖了 做成标本 把心肝费卖了 赚钱还 你今天共产党就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 对不 是人吗 就是说那话 不是 真的不是 想让人看得起 不是用钱买的 那是妓院 那是嫖客 那不是人 所以连生活都不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这期节目